歡迎收看人人都能學會ETF系列 Smart ETF十月報來囉 熱門債券的ETF 殖利率高於6% 不輸高股息的ETF 那想要配息該怎麼選 要考慮哪一些關鍵 今天的Smart ETF十月報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呢 債券ETF的殖利率不輸高股息ETF 小資主想要配息應該要怎麼選呢 第二個重點 ETF除息月曆 不滑台灣科技優息00929連續四次配息都0.1億元 太穩了吧 第三個重點 9月的ETF績肌效排行 升息疑慮以及兼顫的效應發酵 石油正惡ETF單月報酬超過兩成 Pongo 怎樣? 我回來了 好,最近這段時間呢 我先跟你講 我們上一集好多人都說Amber常常來喔 可是下面有人要求你穿Beginny錄影 喔,忘了他吧 不過我發現也有很多人要求說 希望是你跟Amber一起上 最好我們未來一定要配合大家 既然大家有這種想法 我們要讓這兩個人一起在這個桌子前面 一起火拼一下 下次我跟Amber你就不要來了 那我們回來正題啦 就是最近這段時間呢 畢竟我休假休了二十幾天這樣 是不是有點過分 不是我在說的 因為這段時間其實通膨的疑慮就是一些狀況 所以市場其實出現了一句話來形容利率 那就是不知道會不會更High 但肯定更Ronder 但總之呢 因為最近債券的價格其實又上下了一點 所以就讓它的值率看起來更好 只有一點嗎? 其實蠻大一點的 對 我們要老實說最近債券價格波動很快 所以這個時候投資人其實他想要領配息的時候 你去觀察值率率就會發現說 債券ETF的值率其實好像越來越高了 那這個時間點這樣比較之下 到底債券ETF跟高股息ETF你要怎麼選呢? 那口說無憑啦 他們的值率率到底什麼狀況? 我有幫大家整理就是熱門的前市檔債券ETF 跟高股息ETF的值率率 我們趕快來看 這市檔是受益人數最多的前市檔債券ETF 那我整理的是平均到期值率率 然後依照值率率高低排序 我們可以看到這10檔債券ETF當中 有4檔的值率率高於6%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數字 而且他們還都是投資等級的債券 最高的是 國泰投資級公司債00725B的6.59% 然後是元大投資級公司債00720B的6.57% 另外美國公債20年期的債券ETF 則大多都是4.8%左右 整體來看這10檔熱門的債券ETF 平均的平均到期值率率有5.69% 接著我們來看高股息ETF 熱門的10檔高股息ETF 因為有3檔的配息資料沒有買一年 所以我們就先不看 剩下的7檔熱門高股息ETF 平均的近一年配息值率率是6.09% 說明一下我們是抓近一年的配息資料 然後以2023年10月13號的收盤價計算值率率 6.09%比剛剛的債券ETF平均的5.69%還高 但如果仔細比較一下你就會發現 這個第一名跟最後的落差其實蠻大的 那最高的是元大台灣高息低波00713 它有7.7% 不過我覺得這個數字大家要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它計算的期間是2022年的第四季 然後我們抓到2023年的第三季 但因為它在2022年7月的時候宣布從年配息改成季配息 所以2022年它只配了兩次就要把全年的股息發出來 看起來這兩次是有把股息數字比較拉高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2022年Q3Q4其實你觀察它都配1.45元 但今年第一季到第三季分別都是0.68、0.68跟0.84都不到1元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第四季也維持0.84元好了 那它值率率其實就是6%多 相對會比較合理一點點 我們還是回來跟熱門的債券ETF做一個比較 我們剛剛看到值率最高的是00725B的6.59% 如果我們放棄高股息的這張表格進行排序的話 它其實就會變成第四名喔 目前這樣的狀況如果你在進一步研究 其實你會發現蠻多債券ETF的值率也相當的高 那風哥問題來了 如果現在想要領配息 你會怎麼挑高股息ETF跟債券ETF 你會考慮哪些面向? 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我老實說啊 所以我必須先用個人化的情境來回答 因為你選債券它是比較偏向固定的領取配息的時間會比較長喔 雖然ETF的它的到期之率還是會變化 但至少如果是中長期的債券的話 你大概還是可以穩定你一段時間比較長期的利率才會 假如利率變動往下走它才會慢慢的往下喔 這個是比較穩定的 那高股息ETF呢 它的好處就是 你說好處跟壞處大概都兼備啦 好處就是說 它除了有高的配息之外呢 它也保持了一定的成長性 所以偶爾遇到一些很神奇的年度 像今年就是高股息很神奇的年度 就是這些它的持股呢 突然變成了標股 然後就有一個很大的資本利得 所以如果它在這時候換股 把這些資本利得實現掉呢 然後它再慢慢配呢 它可能也可以配個幾年還不錯的高股息 可是問題是 它的好處也是它的確認來的 就是說 如果你碰到不好的年度的時候 也有可能 它會出現一些 它的帳面是變成是資本利存的狀況 也許會抵消掉它的股息 也許未來你可能看到 現在看起來這個高股息的配息都很高 會不會接下來幾年呢 它開始走一個比較向下趨勢 向下趨勢不是說 變成沒有 而是說 也許你今年普遍看到的都 高股息都是配6%的時候 我覺得甚至可能配到快7% 那會不會它接下來 往這個4%到5% 這個水準去走 因為我們過去來看喔 如果我們真的去看0056的這個長期趨勢喔 它還是比較偏向在4%到5%上下 那 這也是 一個拉長比較長的時間段呢 比較能夠看到相對穩定的喔 那這是高股息的狀況 也就是說現在偏高 那未來是不是有往下下降的這個趨勢 那這個是你在投資高股息的時候要注意的喔 不過另外一方面呢 即便高股息 ETF的配息 它有往下走的趨勢 可是喔 它是不是它的成分股裡面 有一些成長性 是能夠維持出它的進值的增長 這個現在 以前可能比較不用特別去考慮這個問題 現在要考慮原因是因為 現在高股息類型太多了 那因為類型多的時候呢 有一些是科技高股息 有一些是一般高股息 有一些 有一些特殊條件比較多的高股息喔 是不是不同的 這個選股因子的做法呢 會造成它在成長性跟股息的這個 平衡上面是有點不同的 我覺得特別是那些新的產品 你都還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 比較不像像0056這個產品 它比較有長期的紀錄可以追蹤 你比較大概知道 它如果比較穩定的狀況會在哪裡 那新的因為類別真的很多 我覺得大家還是多觀察一下 回到債券易業 像我以我自己來講喔 今年真的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以前是 比較屬於積極型的投資人 所以原則上呢 我不太喜歡買這個配息率 就是債券易業的配息率在3%以下 我就不太喜歡 那過去當然利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你不得不接受這麼低的利率 那我就選擇不買嘛 我就可能如果我要配息的東西 我就會買高股息這樣 但現在確實 債券ETF的配息上來了 可是你出現一個問題 當你已經買進了 一定的部位買到你自己認為 適當的部位 比如說假設你認為你的適當的債券部位 是20%好了 你可能前一陣子覺得 已經跨過這個5% 5.5%接近6% 你已經買滿了 那到 就是說你的債券部位 已經到了20% 到你設定的上限的時候 可是因為這一波 利率因為比可能我們認為說 通膨可能會降的更慢 然後高利率會持續的更久 所以債券ETF呢 又在整個債券價格又跌了一波 又讓這個殖利率又往上拉一波 那大家就想 那殖利率更高了 我是不是要買更多呢 我的看法是這樣 如果是我自己 假設我本來是要買20% 而我前面因為慢慢買 我只買10% 確實這時候我會更開心 因為我後面本來要買的 我可以繼續把它買上去 買到我設定的20%目標 但假如我就已經買滿了 原本我設定的20% 這時候我需要再硬擠出 更多的現金去買它嗎 如果是我 我不會 我也不會 我買滿了 我還沒有買滿 我買滿了 我還沒有買滿 因為我本來就是希望債券的 它的目標 我的配置的目標 大概就設置在一個區間內 上下可能會有一個幾%的 寬容的調整空間 但是 不要太大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最怕就是 當有一個產品 它一直在下跌的時候 你就覺得 它是一個絕佳好的買點或機會 然後你就把你的資金 無限的投入 不可能無限資金 你就把你的資金 瘋狂的投入 那會出現 因為你知道 當全部的資金或是全市場 都集中熱門 看好這是一個超划算的商品的時候 有時候會變成是一個擁擠交易 擁擠交易就是大家都已經擠進了一個 擠進一個窄門裡面 全部都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可是結果擠在這裡面的人呢 他們原本預期的事情沒有發生 以至於當他們覺得說 欸 狀況不如的預期 所以大家想要逃離的時候 那就會形成災難 這也就是屬於金融商品 會尾巴災難的原因之一 就是當大家就認為自己可能錯估了某些形式 譬如說我們假設最壞的情境 最壞的情境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假如利率又繼續的往上升 兩個百分點 那是不是價格還要再 債券價格還要繼續再往下修正 對不對 對 但有可能你在這個帳面上的資本損失 可能會讓你受不了 所以你還是要考慮到這種情境 不是只是光考慮到說 因為這個殖利率一直往上升 你就無限資金把它一直加以出 你如果是有無限資金的人 我們不反對 但大部分還是有限制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大家要注意到的 設定即便是在一個很好的交易條件下 債券值率現在很不錯 像我們剛才看到前面這幾檔 都有6%以上的債券值率率 都超過6%以上 你在現金還有餘域的情況下 稍微再多超出你的原本的設定的上限目標 再多買一點可以 但我覺得不要 這個部位不要多超過太多 譬如說我剛才講20% 那你可能多買個5% 或多買個10% 那大概就是一個極限了 不要過度扭曲你的資產配置 因為過度扭曲你的資產配置 是有點危險 這就跟你以前在OE一樣了 我現在不做這種事了 好啦你現在有學會了 而且其實剛剛馮哥講到這個 就是要考量它的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利率到底怎麼走嗎 因為如果之後又繼續升息的話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之前有教過大家 就是你可以去看存續期間 那我記得其實我們統計那時候的資料是 如果以每在20年來說 現在利率變動一個百分點 它的變動幅度大概就是17到18%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存續期間去衡量那個風險的部分 假設你存續時間17年來說 那你利率沒變動一個百分點 它可能會有17%的價格的波動 所以如果是2%的話 有30幾%的價格的波動 就會很可怕 所以對 你可能內心不一定能夠承受那種 你債券的帳面價格上面的大和波動 因為如果它只是只有這2%波動 你還無所謂 但如果你前面就一定有一點資本損失的時候 你這時候可能就會有點恐懼 這也就是很多人就是 你明明知道這是一個對著投資標的 你持續投資下去 持續持有下去問題不大 但你可能在某個時間點上面 你心裡會崩潰掉 就是那個波動的過程 對 就是不要讓自己的心裡崩潰掉 那建構我們講 建構一個還不錯的 平均報酬率 平均殖利率還不錯的收益 我覺得就可以了 不必要說要過度追求非常高的收益 好的 那我們第一個題目就到這囉 講了好久呢 好的 我們接著來看Smart ETF 10月報的第二個重點 ETF除息月曆 股票型的ETF 10月除息得有15檔 月配息的布華台灣科技遊戲 愚民929 10月是它掛牌以來的第4次除息 金額為0.11元 它已經連續4次都一樣了 如果它能夠維持這樣的配息金額 股價又差不多在這個區間的話 它一整年的殖利率應該會相當不錯 但我們後續就繼續觀察下去囉 再來看備受關注的 元大高股息0056 它本次配息1.2元 今年第三季它配1元 全年合計為2.2元 它全年的殖利率在6%以上 跟近5年的殖利率水準相當 日文認為這是很不錯的表現 其他當期配息率比較高的 包含FT台灣Smart00905 永豐台灣ESG00888都在1.5%以上 接著我們來看債券型的ETF 10月除息的有32檔 這張表大到我整你的時候 一夜EVO都快放不下 以繼配息的ETF來說 當期配息率比較高的包含了 國泰5Y Plus星星債00726b 元大10年IG電能債00788b 元大投資集公司債00720b都在1.5%以上 但我覺得其實比較要關注的是 現在的債券的殖利率比較混亂 我們以前認知可能是 非投資等級債的殖利率會高於投資等級 星星債也會多半高於投資等級 然後長天期的債券要高於短天期 那我們從這個表格開始看到 譬如說富邦全球非投等債00741b 它的當期殖利率排序在中間 它全年其實配發的金額是2.073元 那我們以10月4號的股價來算好了 它全年的殖利率大概是5.55% 那跟前面的00720b比較 00720b全年配發1.96元 我們同樣用同一天的股價換算 全年的殖利率是6.13% 當然這其中他們成分還是有天期的差異 因為00741b是買1-5年 00720b是20年以上到時的債券 但我想說的是 我要先套一句迪耿斯的話 這是最後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因為我覺得在這些混亂當中 那這句話出自哪裡? 第一個是雙成績 真的有看耶 好的 大家如果仔細尋找的話 其實你蠻多機會就是 你為什麼這樣? 就是你仔細尋找的話 其實債券裡面有不錯的一些投資機會 因為你可以擁有更高的信用平等 但是不差的資率率 但前提就是像我們剛剛第一個主題 跟大家討論的 你要評估債券一些利率的風險這樣 那這時候你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假設投等債的值率率都這麼高的時候 那非投等債接下來可能又會再跌一波 也就是它的值率要再拉升到 比投等債更好 不然誰願意冒更大的風險 去拿較低的利率呢?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定要注意 可是短期間它就是會有扭曲的現象 那接下來呢 Smart ETF 10月報的第三個重點 9月的ETF績效排行 有別於8月呢 我們偏重看空雅股的表現 在OPEC減產的效益影響下 國際油價一路走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9月的ETF績效 由石油相關的兩檔ETF拿下冠亞軍 包含其接口布蘭特正惡00715L 那因為它是兩倍槓桿 當月的績效超過20% 其原大S&P石油00642U 這有10%左右的表現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怎麼樣人人都能學會 ETF我們下次見 掰掰